为庆祝中国建国65周年 由加拿大华人乒乓球协会举办 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支持的 国庆杯国际乒乓球邀请赛 将于2014年9月20号至21号举行 9月19号 加拿大华人乒乓球协会 在万锦加华拼协场馆举行记者会 此次比赛得到中国体委 派出现役中国国家乒乓球队男女球员 各三名前来参加比赛 他们是刘吉康 方博 吴浩 文佳 冯亚兰 穆子 这是第二次到加拿大的万锦寺 多伦多的万锦寺 应该说五年之前这个乒乓球的这个活动呢 我是带着这个一批这个省市队的队员 那么这次呢带着这个我们的国家的这个这个一线的队伍 这个几个后期之秀来 应该说还是很高兴啊 这次比赛的规模要比五年之间大啊 世界各国也来了很多人 这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五周年的国庆碑 加快并且举行啊这个很有意义的事情 目的呢 一个是希望提高广大市民啊 广大社区的群群啊 能够多点参加体育运动 体育运动搞好了 身体搞好了 这个是很大的家庭幸福 第二个呢 希望通过这次国庆碑呢 能够加拿大冰棒球能够推动起来 提高这个运动水平 其他参赛队伍和选手 包括欧洲全明星队的施拉格和科贝尔 韩国队 香港学生队 广东南沙特区队 代表加拿大的加华队等等 比赛后将在钓鱼台国宴举行庆祝国庆晚宴 特别邀请中国国家习义乐居红星 尼慧英和女高音李肃华 专程来家演唱祝星 这次到加拿大来 感觉天气比较凉 然后人特别少 然后更接近大自然一些 然后我这次比赛 主要是打好每一场球 然后把自己最好的水平发挥出来 第一次来加拿大多伦多这个城市 然后觉得非常的好 很美 尤其是环境 然后这次比赛主要还是增加 中国跟加拿大 以及世界上大家的友谊 万锦市市长薛家平和市议员何胡景 于9月18号在市政府内 接见国庆碑代表团成员时 特别发给他们加取证 接受加取代表团成员包括 李维杰 陆元胜 梁北根和刘国梁等13人 薛家平表示 万锦市是安省乒乓球之都 而今次中国乒乓球来堆万锦市 参与中国成立65周年国庆碑比赛 时事将乒乓球越推向高潮 对记者招待会大家都看到 今次这个城市真是很难得 我们不但有这么高级 这么高水准的运动员参加 又来自这么多不同的地方 我们还有在联欢晚会 请到中国两个一级的艺人来表演 所以星期六我们是单打 星期日是团体赛 团体赛结束后 我们在钓鱼台有个国庆慶祝国庆联傅晚宴 有很好的节目 我希望我们多伦多的观众千万不要错过了 乒乓球是中国的国水 是我从小都只能打乒乓球的 今次很荣幸有机会赞助这个活动 因为这是很有意义的活动 因为我们通过乒乓球 可以跟其他朋友交流 又可以跟其他国家 其他中约 对朋友交流 所以我很支持今天舞动 我希望通过这个我们这个 乒乓球的文化 能够跟其他中约 跟他国家分享 我们中国的国水 这是加拿大网络电视记者 发自活动现场的报道 安全就能达�자 您好 omi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